这节课咱们就要来讲一下 在强化学习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叫做Cure Learning 那么为了给大家解释好这个比较复杂 还有比较抽象的一个问题 咱们是基于一个实例 今天给大家进行讲解的 那么首先我就先给大家来说一下 一会儿咱们要举的这个小例子 它的一个背景是长什么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这里放下了一个构造图 那么其实大家一眼来看 这个东西好像像是一个房间的布局似的 就跟咱们看那个卖房子的广告似的 然后这个房间是什么 那个房间是多大 那么其实咱们这个背景就是说 现在我有一些房间 那这些房间是用012345金标号的 那么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 就是说在强化学习当中 现在咱们拿的是房间 大家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这个0号房间 它表示的是其中一个状态 1号房间又是一个状态 2号房间又是一个状态 那么咱们现在已经是有了这些状态 我们要去做一件什么事呢 咱们的目的就是说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房间4当中 然后我想走出咱们这个房子 我们看怎么走出这个房子 0号它是一个房间 1号也是房间 2 3也都是房间 唯独这个5它不是房间 5它就是大门外门了 所以说我今天来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说 假设说我在这个4号房间当中 我怎么样能够走到这个5号房间 就是让咱们的机器 帮咱们完成这样一个决策 比如说你在随机的一个状态当中 你怎么样能够出去 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状态5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目标 那你要想完成这样一个目标 是不是你要经过一系列的动作 咱们之前说过了 有个东西叫做一个action 在这个利益当中 一个action它就表示着这样一层含义 比如说咱们现在在状态2 那么在状态2里我们看 我们能往哪走 往1走是走不过去的 因为这块有一堵墙 咱们直接过不去 所以说你在这个状态2的时候 你只能够走到这样状态3 然后状态3里我们再来看 这个状态3它就可以有两种方式了 一种方式我可以走到这个状态4 另一种方式我可以走到这样一个状态1 那么走到状态4之后 我还可以再走 走到状态1之后 我还可以往这个状态5走 它不就出去了吗 也就是说咱们现在的一个state 就相当于是每一个房间 咱们走到哪个房间 当前咱们的一个状态 就是在那个房间上 然后咱们的一个action 就是说在每个房间上 你可以有一些的选择 你可以由3号房间走到4号 也可以由3号房间走到1号 咱们的action就是进行一个 往哪个房间去走 那么咱们的最终目标就是说 你怎么走能够走出去 走出去就是从这个5 就是到达了5 咱们认为就是从1号到达了5号 或者是不管怎么样 咱们只要最终到达了这个5号房间 咱们就说这个任务是结束了 咱们就达到了一个终止的状态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案例 或者说咱们这个故事 它的一个背景 那么这回就是说 这个房间可能看起来画的不是特别明显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把这样一个例子 进行一个转换 我们把左边这个图转换成右边这个图 那么看起来它就是舒服多了 我们来看右边这个图 首先咱们就来看一下 咱们就看2吧 假设说咱们现在在状态2 状态2里我们可以从状态2走到状态3 然后在状态3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两个分支 一个分支可以走到1 另一个分支可以走到4 然后状态4我们一方面可以走到0 一方面可以走到5 1也可以走到5 也可以走到3 就是说咱们现在在每个状态下 都会有很多个action的进行选择 然后对于这个房间5来说 我们来说这块多了一个东西 就是像是一个掉头的一个符号 这个符号的意思就是说 咱们说现在这个5的一个状态 是一个最终的状态或者说一个目标 或者说是一个终止状态 那假设说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5的状态下 是不是它就不断的进行这样一个循环了 就是我在5状态我发现了我已经出来了 那我下一步我还是5状态 下一步还是5状态 所以说它有一个自身循环的过程 也就是说一旦你达到了这个5状态 你接下来不管怎么走你都出不去了 就是相当于到5了这个游戏就结束了 你不可能到5了之后你再回到1 再回到3再往回去玩那就玩不了了 到5咱们就相当于是这个工作已经结束了 然后咱们之前讲的时候是不是说 对于一个状态下我们进行了一个action的选择 会得到一些奖励或者说得到一些惩罚吧 那我们想一下对于当前的这个任务来说 比如说我现在在状态2 然后我可以往状态3去走 我在状态1我可以往状态5去走 咱们需要设置一个这样的奖励吧 那这个奖励该怎么设置呢 通常9万下我们是这样设置 就是说你要做一件事不是有一个目标吗 比如说现在咱们的目标就是想达到这个状态5 那我们就可以设置这样的奖励值 就是说能够达到状态5的一个action 我们让它的一个奖励值很高 然后呢没有达到这个状态5 我说它的奖励值是比较低的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 先把这样一个奖励啊给它构造出来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是这样构造奖励的 就是说我们看啊 这有一个1号房间还有一个4号房间 还有一个5号房间 就是说1号我能走到5号 4号也能走到5号 5号自身呢还能够回到5号 所以说啊我现在目的不就是走到这个5号房间吗 那在我的设计啊 这个reval的就是咱们的一个奖励的时候 我就要这么想啊 谁能够走到5 能够走到5的这个action 我就给它奖励大一些 比如说呢在右边就是咱们设计出来的 这样一个奖励的一个 就是啊能获得什么样的奖励 我们来看就是从1走到5 因为完成了任务 所以说它的奖励值是100 然后呢从5走到5也是100 从4走到5也是100 这些啊因为咱们达到了最终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呢它的奖励值啊都是等于100的 但是呢我们看由2走到3和由3走到2 好像来说没有达到最后的5状态吧 所以说我现在就这么设置 除了能够达到5状态的一个action 我给它设置成100之后啊 其他所有的一个action我都给它设成0 比如说2到3它的奖励是0 3到2奖励也是0 3和1啊3和4之间 所有的奖励都是0 只有呢跟5相关的啊 5是最终的一个结果 只有跟5相关的啊 我才把它的一个奖励值设成100 其他的呢我都设置成0 咱们现在啊暂且这样去设置这样一个奖励啊 是怎么样得到的 有了这样一个奖励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把这样一个奖励值啊 写的更明显一些 通常情况下呢 我们是通过一个矩阵来进行存储的 比如说啊我刚才 咱们不是设定好了 这个1到5 4到5还有5到5 它的奖励是100吗 其他都是0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这样啊 构造实际的构造出来一个reval的 这样一个矩阵出来 在这个矩阵当中呢 我们可以构造一下啊 就是每个状态 它执行哪个action 然后之后啊 它获得的一个奖励值是等于多少的 那么这点还有个问题 就是说啊 我们对于矩阵来说 我们可以指定一个行 还可以指定一个列 通常情况下呢 咱们让它的每一行啊 就是说 这个012345啊 每一个行代表是一个state 然后呢 每一个列相当于 对于当前这个state 它可以进行很多选择嘛 比如说在0这个state上啊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action 比方说 它可以走到4 是吧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action上 定义上 它可以走到哪个 为了使得啊 咱们一个矩阵比较完整 所以说 这个state有几个 我们就让这个action 它是有几个的 虽然来说啊 从这个0 我们走不到1吧 也走不到2 也走不到3 它只能够走到4 那么这回呢 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啊 符号来进行表示 比如说 现在我就定义了 这样一个东西 比如说 从0 我走不到0 也走不到1 走不到2 走不到3 这些都走不到 我就用-1来进行表示 这个-1啊 就表示着 如果说啊 对于一个state的 它没有这个action可选 那我用 让它用-1进行填充 然后呢 如果说它有一个值可选 比如说 它可以走到4 那我就用它的奖励值 来进行填充 比如说啊 咱们现在从state的0 然后走到了state的4 进行了这样一个action的选择吧 那它得到的奖励是0 所以说 在这个reval的决定当中啊 我就让这个4 它是等于0的 然后呢 对于所有走不到的 我让它都是等于1 就可以了 那么咱们再看一个 比方说这个state的1 对于state的1来说啊 它能走到哪儿 它能走到state的3 也能走到state的5 走到state的3 它的一个奖励值是0 所以说在state唯一的情况下 走到state的3 3在这儿呢 它的reval值是0 走到state的5呢 它的reval值是100 所以说 我们就把100写在这儿 那对于其他位置的值啊 就咱们就都拿这个-1 来进行填充了 对于啊 每一个state的 咱们都是进行一个相同的操作 0 1 2 3 4 5啊 把所有的state都给它写好 然后呢 就按照咱们刚才约定好 这种形式啊 走不到就是-1 走到呢 就是啊 要么是0 要么是100 就按照你这样一个奖励值啊 先把这样一个实际的一个reval矩阵 先给它勾到出来 因为呢 一会儿啊 咱们在计算的时候 就会用到这个reval矩阵啊 这个矩阵还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呢 我们在做一个强化学义的任务的时候啊 第一步啊 我们需要先把这样一个 先把这样就是一个 你设计好的一个 怎么样进行reval的这个东西啊 这个图给它画出来 画完图之后呢 我们就想办法把这个图啊 转换成这样一个reval的矩阵的形式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reval矩阵 来做一些事情了